会不会很忙 要吵你 对 吵哪里来的 是 是 都讲一样的话 不行 你可以叫我马爷爷帮你付先吧 叫我马爷爷帮你付先吧 打吵 帅帅 大家好 我是郭坤耀 我们现在在Tampanese Hub 我们要去探班 看孙政为慈善下厨 开始吧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要不要吃牛肉面 我的要加肉 加汤 全部都加的 特别服务 加牛肉 做这个牛肉面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这边其实是 下面是一个厨房 然后你打开 这边是肉片 为什么这个是最难 因为你要拿捏那个 可能煮两秒钟 你如果煮多几秒钟 它就完全停掉 你也吃过火锅 对 烫牛肉片的时候 这个需要技巧的 你是第一次这样煮给很多人吃的吗 我在家是经常做饭的 所以厨房对我来讲是一个熟悉的地方 但是这种饭店的设定 因为我待会不知道有多少客户要来 对 如果这样的话 直接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我从没有尝试过了 你觉得你可以吗 我怕我太慢 就煮面我肯定是没有问题 然后我有练习过的 但是如果客人 很多客人会这样 客似云来的话 我可能会忙不过来 最好不要倒掉东西 你看 这边是一盘干面 对吗 我会过把一碗面再倒进去 我就死了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能 你觉得在这里煮还是在未知道里面 你做那个大厨 你在煮的时候哪个比较困难 未知道 真的吗 你知道未知道那个 因为那个未知道是直插的那种风格 对吗 所以这样煮 你懂 那个铲 那个锅有多重吗 这样弄两下 可以用去煮了 对吗 好 那我先来试试一下 我觉得 品尝一下我的手艺 闻起来其实是不错 对 你知道这个汤他们是 一年365天24小时都在煮 所以电关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煮 对 给我有点回答 我不是很厉害吃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因为那个汤很有味道 正好汤不是我煮的 然后呢 我试试 对 这个又不是他做的 我试试一下 这个主持人真的不给力 他是来这边干吗的呢 来 问问 你在做什么 然后肉圆真的不会这样 不会很硬 不会感觉有没有那个面粉 那个粉的味道 因为今天毕竟是一个慈善活动 我们今天煮面是为了 为了一些日本家庭络合 所以真的希望有很多人来支持 忙是一件好事 所以待会儿如果我可以煮几百碗面 几百碗面 我会很开心 你知道我们会继续来拍你 你要记得穿那个汤 可以 我穿了 我会跟那个镇头讲如何 如果不知道是我再叫你回来 重煮给我 如何是吗 可以 可以 去忙你了 我觉得这个会是来砸场的 去忙你了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这样 你好 你好 很多人这样回住我 你还准备在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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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 这边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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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郭坤 你要口下留情吗 没有 只是问问一下 你现在在做些什么 招待你 不用招待我 你要吃的 你要在消费的 我已经吃完了 真的吗 所以不用怕 你要不要继续做你的东西 好 我不要打扰我 打扰我 跟着你看 等一下喝我薪水的 不会 等于你是同一个口袋拿出来放进去 你好 大家好 所以在我身旁是马逸元还有孙政 那你们要不要跟观众们介绍一下 今天的活动呢 所以今天我们是跟 Blanco Court Beef Noodles 这个餐馆 他们刚刚在 Ultampines Hub 新开了一家旗舰店 所以我们跟他们一起 办了一个 企券商业 因为我们当兵离北的 一个福利金筹款 帮助区内的家庭贫困的学生 那你们是第一次碰面吗 我在电视上看过他 我也在电视上看过他 你们有看过我吗 有 有 顺便看到你 我觉得Mr Bay真的是很有亲和力 然后他也很尽责 虽然做服务生 这不是他的本业 但是在做的时候 他会确定 碗筷都有拿起辣椒酱 然后客户无论要什么 他都会过来 然后立刻帮他们 就客户服务一级棒 你好 您好 欢迎来 你好 你看人家都欢迎我回来 不是 欢迎你回来 会不会很忙 我现在很忙 你 不要吵你 对 吵那一样 全部都讲一样的话 我去问他们东西 他们讲不要吵他们 我订阅在这边 然后我们会按照 我订阅这样 现在煮一个 所以干的在这边 所以他在做 到目前为止 你手会不会开始酸了 还是还好而已 我不是手酸 我是有点 心脏病要爆发 为什么 太过程了吗 对 太过程了 我怕等下延期 等下客户不高兴 炸了他们的招牌怎么办 你要我要柠檬茶冷的 柠檬茶 柠檬茶 多冰少冰 不要冰 不要冰 会累吗 刚开始 刚开始 所以我问你刚开始 说到现在 说到现在 可以讲累 他们叫我来访问你了 所以我是来这边 我不习惯跟比我高的人 站在一起 刚担心 我跟你讲 我叫我访问他 好 谢谢 不行 你可以叫我马爷爷 帮你父亲吧 叫我马爷爷帮你父亲吧 干操 你对孙政的印象呢 之前我看到一些 就是很多观众 他的粉丝 对他真的是好评如潮 所以今天看到他 真的是真的很帅 对没有人 又有音乐细胞 又有演戏 还能下厨 真的是进得了厨房 出得了厨堂的人 真的是不容易 那你觉得今天 最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困难其实是科技的问题 对 因为他那个电板 要点菜的时候 对吧 很多步骤 可是不是很容易吗 对 就是你看出案这样 不是吗 是 不过我老花眼看不到 你们两位做完整个活动之后 你们有什么感觉 感想或者感受 我觉得从事餐饮业的朋友们 真的很辛苦 对 在厨房又热 还要去照顾到卫生的问题 在面对顾客呢 也要面面俱到 对不对 对 所以各方面我觉得很不容易 尤其是疫情当下 大家都要更加谨慎小心 那假如你们各自要开一个店 你们会煮些什么 我觉得鸡饭可以考虑 因为鸡饭是你可以之前准备好的 我很喜欢吃鸡饭 有一天我可以有机会尝试 可以 他讲可以 对 而且是大筹款的 一碗一百块钱 我应该会把餐馆叫做孙奶奶 因为我的奶奶真的很会做饭 然后家里有一大堆那种 好像潮桌的一些什么卤鸭 鲜菜鸭汤 我都觉得炸五香都是做得特别好吃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想让更多人吃到我奶奶做的菜 我第一个来吃 说好了 谢谢这两位 谢谢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 订阅 记得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步入看哦